各位好 欢迎大家来到 香港关注组 我是Water 刚听刚看的朋友 记得帮忙订阅 分享 还有建设性留言 让我这个频道 可以做得更加好 政府在昨天宣布 就建造业和运输业 推出特别计划 输入外劳 还公布将会优化 现有补充劳工计划 主要的措施 就是暂停执行26个职位 不可以输入外劳的规定量年 换句话来说 在生涵失业率高期的情况之下 受货员 适应 接待员 收银员 等等的26个职位 未来就可以输入外劳了 同一些 现在还是身处在香港 失业的香港人 一起欠饭碗 做烂个事 有观众看到这宗新闻 心心不满 向本台投稿 在这里 我就想跟大家 一起分享一下 是这样的 原本我既无钱 又无能 所以就迫着留在香港 想着香港 起码都没那么快 会收屁 还有饭可以吃下 谁知 比卡超 说香港要引入外劳 今天建筑运输的外劳 只不过是第一步 日后就是各行各业 都是外劳 没有专业的牌照 基本上都是可以被外劳取代 虽然还有专才计划 可以取代专业人士 特别是建筑界 重灾区 应该就是扎铁 钉板 石市 人工就特别高 远高于中位数 再加上建筑和工程的专业牌照 与中国互通 中国的专才 与外劳 再加上中国建筑 加上专做政府工程 原本整个建筑界 就靠政府工程样 突然将大饼 给中国人外劳 你说我生不生气 我想北部的都会区 和明日大鱼 大部分的资金 都会送去帮内地的同胞 外劳的人工 也都会送回去大陆 香港的内部经济 只会越来越差 市场就用完外劳 会有经济的依赖性 好像菲律宾姐姐那样 外劳会一直存在 香港政府的目标 就是中国化 和靠近我们香港人 当香港人想和外劳竞争 只能够用低于外劳的工资 去和他们赚 打工仔的人工 将会中国化 因为永远都有些外劳在 拖低了 而政府 发债 起的 北部都会区 和明日大鱼 和大陆 正在爆的城投债一样 即是地方政府 成立城市投资 建设公司 作为基础建设 和公益项目的融资平台 而发债 产生的有息债务 到最后 可能连利息都还不起 只要地价不高 陷入经济危机 看回今天的商下空置率 大约就是14.4% 创了24年的新高 香港就已经失去了 中间人的地位 香港就连CHATGPT 都用不到 连中国的货品 都要中转去到 美国 都去了新加坡 那里过冷河 在五月的时候 中国出口新加坡 就增长了35% 所以都挺肯定 没什么可能 可以回到本 波叔就说到明 发债就是由强积金包底 政府预算明日大遇的工程造价 就由几年前推算的五千亿 提升去到五千八百亿 而那些专家就估计是九千亿元 政府首期的一千亿 就预留了给北部都匯区里面的土地 北部都匯区里面就没人预算做价 我就当他五千亿 北部都匯区和明日大遇 加上的造价 已经接近一万五千亿 就算他给四到五利息 都要成六百至七八亿港元 可以明白为什么政府连那三十亿老人家 的那两元搭车一位 都要千方八计 想计限 政府连连发债 都当盈余 扮了经济复苏 香港连内循环 这条路都关了 未来已经是死路一条 最坏的情况 就是变成国内的城市 深圳大于三岗 所谓的最坏 都是必然发生 只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 你还想念香港的外回基金 我就向你忘记它了 又回基之后 就已经不是属于香港人了 祝各位好运 至于后面那些 就更加偏激的言论 未必适合在这里说 我们私底下PM才说 麻烦观众 踊跃留言 一有新消息 再跟大家报道 多谢大家避免 喜欢订阅share 就这样 再见